好的 那我們從最新的電腦模擬資料 可以看出來在臺灣的東邊 日本的南邊的這一個寬廣的海面 在未來會有三個 這一個熱帶性地氣壓發展 不過能夠形成颱風的 主要還是偏在這一個比較東邊的 這兩個位置 深層的熱帶性地氣壓 他是有機會發展成颱風的 靠得離臺灣比較近的這一個 他是會在接近的時候 是會減弱掉 而且他頂多就是在下週二開始 臺灣附近的水氣會因為這一個熱帶性地氣壓 接近又離開的關係 水氣會增加 所以下週這些颱風 東邊的這兩個颱風 應該對臺灣也是沒有影響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衛星印圖上面顯示出來 今天上半天晴朗 所以氣溫也升得很高 那下午就是在山區有一些對流發展 其中還是有比較強的 就是在高頻的山區 他還是有大雷雨的這種狀況出現 我們從雷達回波可以看到下午這段時間 這一個主要的回波都產生在山區 在南臺灣就是在高頻的山區這一塊就發展得比較強 裡面還是有夾雜的雷擊強風 這個瞬間的大雨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今天實際上的降雨 大家也可以看出來這個降雨的範圍都局限在山區 那這一個範圍也不是很大 另外就是在沿海地區可以看到也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個都是清晨 陸風跟這個西南風 河流所造成的 那今天的氣溫可以看到都相當的高 尤其是在臺北跟這個花蓮 它的最高氣溫有達到37.6度 所以基本上全臺灣的溫度都在36 37 甚至於接近38度是比較熱的 明天還會比今天還要再高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 這個天氣基本上還是屬於午後的這種雷震雨 不過跟今天一樣都還是局限在這個山區 尤其是比較接近中部南部的這個山區 平地受到影響的這一個範圍非常的小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未來的天氣 像這樣子的天氣在禮拜六 禮拜天 禮拜一 其實都是類似的 那到禮拜二就是這一個大地壓環流的水氣 有稍微影響 開始影響我們 所以這一個降雨的範圍會比較擴大一點 不過氣溫都還是比較偏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未來的這一個氣溫 大家可以看到在明天會比今天還要更熱一點 所以會達到北臺灣的最高溫會達到38度 接下來可以看到溫度37度 37度 36度 36度 基本上都是比較偏熱的這種形態 那前面水氣就比較少 那到了禮拜二以後水氣比較多一點 這個午後雷震雨的這個範圍有可能會延伸到這個北部地區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週末應該要注意的都是還是晴朗炎熱 所以要防曬防中暑 那下雨大概只有在山區 午後會有一些這種局部性的這種雷震雨現象 裡面還是會有這個小範圍的比較強的這個大雷雨的這個狀態 那在清晨在迎風面的這一個西南部這一帶 偶爾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下週二以後因為水氣的增加 所以降雨的範圍會比較擴大一點 不過主要的天氣形態還是在午後 要預防有這種大雷雨的現象出現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